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作为一个重要的资金融通的渠道 是有需要国际化的,对吗? 如果你想改革开放的时候 所以内地的银行就希望经过香港 向外面走出去 06年6月,中国银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集资超过750亿港元 同年10月,中国工商银行 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 公开集资额1500亿港元 仓下全球最高 2010年7月,中国农业银行 亦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市 香港如果能够扮演一个 在内地与外地之间的资金融通的一个场地 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会很突出和很巩固